众所周知 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度过了70多个年头 相比较上世纪初的乱世 新中国的成立为大家提供了和平安逸的生活环境 但客观来说 新中国成立后所面临的挑战 绝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 如何脱贫 如何立足于世界 这是拥有几亿人口的农业 在新中国成立的这几十年中 虽然不是乱世 但对于科技 经济 贸易等领域来看 就是乱世 所以我国诞生了数不胜数的知名企业家 近期名声大战的华为等公司 就是最好的印证 当然 在网上追溯一个时代 像李嘉诚 马云 马化腾这些大人物 也都是立足于乱世之中 白手起家的英雄人物 今天要说的这位企业家 虽然名气没有前面级为大 但要说起为我国贡献的价值 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或者说更为重要 它的名字叫做陈光威 没错 我们讲到的陈光威 就是光威富财的创始人 要知道 在成立光威富财之前 它的厂子叫光威利瑞 是专门生产鱼干的公司 水料经过15年的努力 通过自主研发 广威终于成功转型为主打碳纤维材料的超级大厂 值得注意的是 广威富财也帮助中国实现了突破封锁 成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碳纤维材料 那么他们的成功对我国到底有何影响呢 在本世纪初 上学的孩子如果能骑一辆碳纤维自行车 家中的经济条件一定很富裕 骑过的朋友一定知道 要逼市面上所有的自行车都更轻 而且也更省力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现在碳纤维材料已经随处可见 比如我们用的羽毛球球拍等等 那么最便宜也得几百万的超级跑车为何贵 除了芯片和动力系统外 更主要的就是一体式碳纤维车壳 如果发生事故 要是换车壳 往往比买车还要贵 除了在民用领域外 军用领域更是把碳纤维定义为高端中的高端 为何这样说呢 我们来看看使用碳纤维材料的都是哪些设备 它们有大黄蜂 阵风 台风等战机 就连我国的神舟7号运载火箭 CFRP的使用比例也高达65%左右 再比如 我国的中石油海上钻井平台 如果使用常规材料 需要用8吨 但使用CFRP仅需1.3吨 所以说 光威富财的成就 实实在在帮助了我国在各个领域的发展 此工应该铭记于心